徐奶爸受不了网报 离开了福堡吗? 这是前段时间围绕在福堡身上最热的话题 福堡甲运后徐祥遭受了网络上的各种指责 并对徐奶爸的专业性进行质疑 虽然徐奶爸不怎么上网 但有时候这种指责也能到现实中来 很多人劝他离开福堡 于是徐奶爸在福堡甲运的那些天突然消失 并由新奶妈负责照顾 新奶妈带着兽医来给福堡加餐并查看福堡的状态 但是福堡对于陌生的奶妈和兽医表示出明显的戒备 奶妈和兽医健壮也只能离开 看样子福堡对新奶妈并不熟悉 那徐祥到底干啥去了? 他真的离开福堡了吗? 就在前天徐祥已经回到福堡的院子认真打扫 和他每天工作内容一样 并没有被各种流言蜚语所影响 他只是被临时戒掉到其他部门帮忙 因为八九月份都是熊猫幼崽出生的高峰期 基地人手紧张 而徐奶爸这方面的专业性过强被临时戒掉而已 伴随着徐奶爸的回归 一些流言也不攻自破 福堡的状态也逐渐变好 闻着熟悉的味道让他更加踏实 大口大口地炫起了竹笋 对于福堡而言 徐奶爸就如同慈父 不但能给他更好的物质 而且还有最专业的照顾 换个角度说 如果徐奶爸被流言逼走了 大家想想 那福堡就是烫手的山芋 没人敢接手 到时候受伤的还是我们扶猪猪 所以大家要相信徐奶爸的专业性 感谢观看